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 医治受伤的自信 自信 这个词听起来再平常不过 但真要做到并不容易 比如在团队工作里 明明经常有不错的想法 但总是不敢主动说 只好眼见着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次溜走 又比如有了喜欢的人 自己条件也算不错 但就是不敢表白 只得苦苦暗恋 生活中缺乏自信的例子有很多 严重时还会影响日常生活 缺乏自信会让人做事提不起劲 本来在能力范围里的事 也玩不成了 不自信的人整天都很沮丧 自认一无是处 而随着失败的事情越来越多 本来就残破的自信 就变得更少了 那么如何修复受伤了的自信呢 本书就是为了那些 缺乏自信的人而写的 书的作者 是法国精神科医生 弗雷德里克·方热 他在书中解读的自信机制 并围绕引发自信缺失的原因 提供了对症下药的心理处方 帮助人们从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 敢于去行动并更爱自己 接下来我将分三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内容 第一 什么是自信 第二 是什么让人不自信 第三 如何建立良好的自信 首先来讲第一部分 什么是自信 不自信会带来怎样的坏处 自信是人格的一大基本元素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坚定果决的行动力量 本书作者认为 自信像一个金字塔结构 由三个层面组成 它们相辅相成 彼此影响 这个金字塔的底层 是最基础的个人自尊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我们眼中的自己 是不是一个有能力完成各项生活事物的人呢 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这是不容其他人指摘的 这种根本性的自尊心 在童年就应建立好 它是自信的基础 在个人自尊之上 金字塔的中间层就叫自信 它代表人在行动 决定和计划过程表现出的信心和能力 一个人从幼年起 如何被人评价 会影响他对自己能力的认识 如果一个孩子做事 常受到鼓励和表扬 他在日后的行动中 就会越来越相信 自己是有能力的人 可以做成一件事情 自信也就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而然建立起来 在个人自尊和行动的自信之上 金字塔的顶层 自我肯定才被建立起来 一个人只有从心底里 肯定了自己的价值 认同自己是有能力的 才能真正处理好社会关系 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 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如果不能从良好的社会关系中 获得友善 支持和肯定等正面能量 原初的自尊再完好 也有可能导致心理不健康 而良好的人际互动 会让人更加自爱 更懂得欣赏自己 不断给自信提供能量 让我们的自信越来越强大 自信金字塔的三个层面 相辅相成 彼此影响 任何一个层面出了问题 人都会变得脆弱而不自信 从本质上来说 缺乏自信就是一种行动障碍 一个不自信的人 被一套阻碍行动的思维机制束缚住了 首先是错误的思想影响了行动 人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看法被扭曲了 觉得自己成不了事 行动就被阻碍了 接着 随着行动越来越少 做成功的事也越来越少 长此以往 人就更确信自己能力不行 而随着越来越不自信 人会感到伤感 沮丧 恐惧 忧虑 表现的颓废和自卑 甚至还会产生内疚感和羞耻感 这些负面情绪会让行动变得更困难 自信就越来越少 人际关系也会慢慢遭腐蚀 无论在别人眼中还是自己眼中 个人的价值都越来越低 不自信还会导致选择障碍或决定障碍 当人们面对二选一的情况 就意味着一旦选择了A 就要有能力承受不选B的后果 而自信不足的人 难以承受任何一个后果 所以就不去做选择 书里讲了索尼亚的例子 他做什么事都特别纠结 儿子踢完足球 他没法决定是开车去接呢 还是让儿子自己乘车回来 家里电脑坏了 他也决定不了 是买一个全新的 还是买个二手的 但是选择早晚是要做的 拖延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不做决定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决定 而且是一个不用付出行动的决定 一个会产生负面结果的决定 比如拖拉着一直没换电脑 等要急用的时候就耽误了事 在严重的情况下 不自信还会导致各类心理疾病 比如抑郁症 抑郁者长期陷入伤感 做什么事都没兴趣 表现在身体上就是行动迟缓 疲劳和睡眠障碍等 而不自信的人恰恰就是行动困难 这又不断加剧了抑郁的症状 还有社交恐惧症 主要表现为害怕他人 惧怕人际交往 不自信的人会害怕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并且认为得到的评价 都会是负面的 所以他们就想避免和他人接触 宁愿待在孤独封闭的环境里 另外酗酒 厌食症等问题 也和自信缺失有关 好 前面我们说了 不自信是一种行动障碍 会给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问题 还可能导致心理疾病 不过 人也不是越自信越好 自信过度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比如 心快性造狂症 欣慰的心 快乐的快 这类患者会表现出长达脊柱的心快症状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行动起来非常亢奋 还有自恋 自恋者表面上非常自信 对自己评价很高 但仔细接触就会发现 他们的自信给人带来的是压迫 总是通过控制别人来刷存在感 比如经常告诉你 你做错了 而只有他才是对的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人不自信 书里介绍了让人不自信的七大成见 也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既定看法 根据表现和成因 我们把它分成三组来讲 第一组成见有三种 他们的表现很类似 就是否定自己的能力 分别是我一无是处 我做不到和我永远都做不了决定 这些成见让人不能客观地 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评估 还没去做一件事 就先得出否定的结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与童年早期的经历 和后天的环境有关 首先是童年经历的影响 书里举了朱斯蒂娜的例子 小时候 家里人没有给他足够鼓励和认可 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 是个毫无优点的人 这个成见顽固地扎在他心里 难以被动摇 长大后在人际交往上 特别是感情上 他就总觉得自己对异性毫无吸引力 对于心里喜欢的男生 也从来不敢去接近和争取 但同时 他的内心又会责怪自己不敢行动 除了童年早期的影响 后来的生活环境 也会对心里成见的固化 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读大学的赛利亚 他的身边有一群人 总是在看清他 否定他 不看好他 这让本就自信不足的他 更加确信自己是无能的 因此他遇到事情 总觉得我做不到 他害怕考试 因为怕挂科 他害怕同学 因为怕被别人说 他无趣透顶 好 我们说完了第一组成见 他们的表现为否定自己的能力 第二组成见则表现为 把个人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 他们是我需要别人喜欢我 欣赏我 认可我 以及我必须做得更好 先来说说那些 总是需要别人喜欢 欣赏和认可的人 这类人认为自己 必须被重要的人认可 自己才更有价值 此外 他们还认为 一旦遭人拒绝 就说明自己一无是处 为了获得认可 他们一方面会掩饰自己的个性 顺从别人的想法 好让自己容易被接受 另一方面 他们觉得只要对别人好 自己就不会被拒绝 所以他们就去花时间 满足周围人的各种愿望 可这样做 让他们很可能被别人利用 甚至奴役 他们身边也容易聚集一些 擅长剥削 利用别人的人 另一种把个人价值 建立在别人评价上的成见是 我必须做得更好 有这个成见的人 一般是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认为 一旦自己没有做到完美 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就变低或丧失了 就会被别人抛弃 所以完美主义者 十二分的在意他人看自己的眼光和评价 如果得到别人肯定的评价 就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而一个否定的小眼神 很可能会让他们的自信受到打击 而这样一种苛刻的想法意味着 只有永远做到最好 最完美 完美主义者的地位 比如在工作团队中的地位 才能保持下去 完美主义者的这套思路 让他们时刻活在 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重压之下 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时时刻刻得保持精进 而这会导致时间永远不够用 接着 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 做不完反而形成了拖延 而对完美主义者来说 KPI没有完成 这太糟糕了 他们可忍受不了 随着心情受到影响 完美主义者会越来越焦虑 并继续减少自己娱乐和放松的时间 人际关系也因为烦躁的心情 受到影响 比如客人还在吃饭后甜点 他们就在想着 接下来赶紧收拾碗筷 然后还得好好写单位的年度总结呢 于是恨不得快点请客人离开 过度的完美主义 让人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不满足 不满意 最关心的只有结果 快乐 闲暇感 这些在完美主义者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取而代之的是争强好胜 比如虽然爱弹钢琴 但只要一开始弹奏 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成为演奏高手 胜过周围所有人 好 我们说完了第二组 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人评价上的成见 第三组里的两种成见 他们产生的根源则与心理问题 甚至心理创伤有关 他们是 我总是自寻烦恼 和我无法信任别人 先来说说 我总是自寻烦恼 自寻烦恼就是过分夸大潜在的风险 让自己提前陷入焦虑和不安 典型的例子就是启人忧天 比如因为担心自己没办法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宁可甘于平庸 也要拒绝领导的提拔 又比如因为怀疑自己 没有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 而放弃出国旅游的机会 这种成见的根源在于焦虑 在自寻烦恼的人眼中 世界很危险 而当他们遇到无法遇见的问题时 就会更加质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里讲到皮埃尔的例子 他有一种信念 认为靠担忧可以防止负面事情的发生 比如因为担心意外 所以不出去旅游 而因为没有出去旅游 也自然没发生意外 这就让他觉得自己的未雨绸缪真是有道理 这样的结果就是 皮埃尔越来越固步自封 和确认自己能力不足 而且深陷于焦虑情绪 自信不断地遭受打击 另一个与心理问题或创伤有关的成见是 我无法信任别人 我必须当心 怀有这个成见的人 会时刻担心被背叛 在人际关系中 天然的无法相信别人 一旦被人接近 他们就很焦躁 表现出来则是很冷淡 对他人表现出拒绝的姿态 他们还会自我孤立 交际圈越来越小 宁可自己待着 莫妮卡16岁时不幸遭受强奸 这个创伤给他未来的生活 留下了鲜明痕迹 导致他在许多年里都无法正常恋爱 认为别人都不可靠 而且他还一直自责 认为当年的遭遇 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不当 又比如夏洛特 童年时他就生活在父母的冷漠 与对他的不满意中 从小就觉得孤单不被支持 这种爱意的缺失 让他在孤独无助中 带着残缺的自信长大成人 所以夏洛特虽然学会了 凡事要靠自己 但却走到了极端 认为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是示弱 而且一旦靠上了别人 就会反过来遭到剥削利用 最后自己还会被抛弃 由于心理创伤造成的不自信成见 对人的一生都有很深的影响 严重时需要心理咨询 等外界的专业帮助 才能让人走出不自信的阴影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不自信的七大成见 以及它们如何在一点一滴中破坏自信 那么如何建立良好的自信呢 接下来就讲第三部分 建立良好自信的三大关键点 这三大关键点 与一开始讲到的 自尊金字塔的三个层面 是一一对应的 建立自信的第一个关键点是 更爱自己也就是建立自尊 这里介绍一个三步的方法 第一步了解真实的自己 别再轻易对自己说 没能力太差劲等主观判断 而是去客观的观察自己的行为 情绪和思想 一个具体方法是写个人日志 记下为什么会不自信 或者情绪低落 比如今天帮姐姐抱孩子的时候 感到很焦虑和紧张 因为怕自己会弄伤宝宝 又比如想到下周要和朋友去滑雪 就感到很紧张和担心 因为他们都是户外运动达人 可自己却不太擅长 朋友一定会把自己当笑料 通过记下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你就能发现许多自我怀疑 不仅根本没有必要 而且是行动的拦路虎 比如还没去抱孩子 就担心会发生不测 又比如滑雪只是娱乐 不是竞技比赛 滑得好坏没那么重要 自己却过于在意表现了 更爱自己的第二步是 停止自我指责 缺乏自信的人都更容易自我指责 而这会不断打击人的自尊 和伤害自信心 容易自责的人对外界的责备 甚至只是普通的建议都特别敏感 比如开会时 别人提醒了一句 接下来请声音大一点 他们都可能无法忍受 并激烈排斥 觉得自己被否定了 被排斥了 自己果然是个没用的 或者不受欢迎的人 所以当你的内心又开始自责时 不妨换个角度 问问自己 如果有一个好朋友 在自怨自意的怀疑自己 一无是处 自己会怎么开导他 你是会去安慰他 还是指出他能力上的闪光点 帮他重拾自信 那么既然可以这样帮别人 为什么不能这么帮自己呢 还有 你还可以问自己 如果好朋友处在自己的角度 好朋友会怎么考虑问题 比如 面对上次的批评 自己的表现很不自信 如果换作是那个很自信的好朋友 他又会怎么想和怎么做呢 既然好朋友能自信的去应对批评 自己为什么不能也试着这样做呢 更爱自己的第三步是 停止内心的罪恶感 心理学上有一个归因理论 他说的是 人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 会有意无意的 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各种社会行为 给出解释 不同的人遇到同样的事 给出的解释也往往不一样 比如消极的人遇到事情做对了 就认为都是别人的功劳 办砸了却都是自己的错 积极的人恰恰相反 事情做坏了 不会一味的怪自己 办好了 却会想里面也有我的功劳 所以不自信的人 在归因上都很消极 怎么认清这种消极想法 并改善它呢 方法是建立一张五栏表格 分析具体事件中 自己的前前后后的想法和情绪 第一栏是具体事件 比如和男朋友在参加亲友聚会后回家 一路上他都不怎么说话 就把这件事写下来 放在第一栏里 第二栏里要记下此时的情绪 并给情绪打个分 比如感到了八十分的苦恼 接下来在第三栏里写下自己的想法 比如肯定是男朋友不喜欢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才闷闷不乐的 然后是第四栏 在里面写下更积极的有建设性想法 比如就算男朋友不太喜欢参加家庭活动 也不意味着彼此的感情出了问题 最后在第五栏里 再次给调整后的情绪打分 比如依然有些苦恼 但只剩三十分的苦恼了 比一开始的程度降低了 通过这样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方法 内心一开始的消极信念就能不断降低 直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 讲完了第一个关键点 更爱自己 接下来就讲第二个关键点 敢于行动 它对应的是自信金字塔的中间层 也就是自信这一层 具体方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 用实际的行动激发自信 经常有这样的例子 小李一边抱怨在作者额外的工作 一边又对上司的要求来者不拒 这样的冤大头做久了 人人都会觉得小李好说话 脏活累活丢给他就行 这时小李就需要行动起来 比如对上司说 这周我可以做这件工作 因为宁一时也找不到别人 但我也有自己分内的工作要做 不可能永远替别人收拾烂摊子 特殊情况下我可以帮忙 但我不希望这成为惯例 这样的良性沟通会让别人更加清楚你的底线 接下来就会更尊重你 而这些反过来会增强你的自信 另外也要多听别人建议 因为一个陷入不自信怪圈的人 其实是听不到别人的真诚鼓励和真实好评的 这就需要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作为镜子 反观自身 比如可以想一想 如果自己确实很糟糕 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为什么会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二十多年呢 同事为什么遇到难题时会想到来请教我呢 敢于行动的第二步是敢于做决定 前面讲到过 不自信的人会出现决定困难 所以他们每当要做决定前 就要先去分析各种选择的利弊 清清楚楚的写下来 不要让他们含混不清的在脑海中纠结 阻碍接下来的行动 做决定也要有技巧 定的目标要合理 因为目标定太高就不容易做到 做不到又反而会伤害自信 你可以设定一个小目标 比如节日到了给女神发一条问候微信 如果得到正面回复 内心就会受到鼓励 交往中的自信就慢慢建立起来 再定下一个小目标 比如约了中午吃一顿工作日午餐 行动时也要注意风险评估 因为不自信的人特别害怕失败 所以不要轻易让自己跌倒 以免挫折了行动的勇气 敢于行动的第三步 是有技巧的去行动 修复自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找到一些合适的技巧 可以提高行动力和行动的效果 比如不要只在自己擅长的方面行动 不太在行的行动 也可以成为提升自信的支撑点 马蒂厄是一名网球运动员 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训练上了 但当教练告诉他 以他的水平永远不可能参加国际级的比赛时 马蒂厄的自信瀕临崩溃 因为他把全部的自信和人生价值 都建立在网球运动上 但很多时候能否取得成就 并不完全取决于努力 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 所以对马蒂厄来说 可靠的做法是 在网球领域之外找一个备选项 比如在训练之余 还能在学业上有所追求 或精心照料个人小家庭的建设 那么一旦在体育事业上受挫 马蒂厄还能在其他方面寻找价值 找回自信 另一个修复自信的技巧 是优化外表 佛靠精装 人靠衣装 这句大俗话有它的道理 虽然的确有许多非常自信的人 在外表上却不修边幅 但对不自信的人来说 花点功夫提升外表 比如穿更漂亮的衣服 化得体的妆容 这些都是给自信加分的高效办法 想一下穿制服的公职人员吧 无论他们内心自信与否 在庄重的警察制服 或法官衣袍衬托下 那种尊严感 不容侵犯感 总让人更容易尊重和信赖他们 当然 提升外表不意味着 为了追求美貌去整容 这也很好理解 我们常说相由心生 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 才是真实的 讲完了第二个关键点 敢于行动 接下来讲第三个关键点 在交际中 做自己 它对应了自信金字塔的顶层 也就是人际交往中的自信这一层 具体方法归纳起来就是 要勇敢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如何表达呢 首先具体说出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不自信会让人对自己 哪怕是很正当的要求 都不敢向人开口 但是 说出自己的要求 就表示自己的存在 是不容忽视的 自己是一个有要求和愿望的人 我们可以遵循三个步骤 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第一步 是消除那些认为自己不该 或者不配提要求的消极思想 用积极的思想替代它们 比如 我有自己的权利 这样为自己争取是非常正当的事 第二步 就是想想 哪些需求 是自己应该说 但一直没说的 比如遇到职业困境时 就可以向配偶寻求支持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硬扛 或者说 委托邻居帮自己签收一个快递 而不是因为不敢麻烦别人 任凭冰冻食品 在门口融化 第三步 就是具体说出你的需求 比如说 我理解我今天不能来 您会觉得有些麻烦 但今天是休息日 我刚好又有事要处理 所以抱歉 没法过来 通过有步骤的表达出自己的要求 人会为自己迈出了这一步 感到自豪 也会为自己的需求被实现 而感到高兴 之后 自信就能进一步得到恢复 除了提需求 还要敢于说出自己的不满意 表达不满 不等于找茬 而是在受到他人冒犯时 及时做出必要的回应 沉默虽然是精 但是无条件的沉默 会带来许多负面结果 比如被别人觉得好欺负 无足轻重 甚至不懂好坏 是非不分 所以当感到心存不满 想要说 却又不敢说的时候 就需要对抗这种内心的消极思想 不要还没开口 就觉得别人肯定不会改的 会引起冲突的 而要用积极的想法代替他们 比如想 自己把不满意说出来 就至少有改变的可能 即使因为提了反对意见 而引起了矛盾 那也比问题流到日后 造成更大冲突好 最后 我们还要敢于去谈条件 许多人觉得 谈条件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 特别当谈判对象 是领导或权威人物 更是一件困难的事 但是敢于谈条件 敢于说不 是修复自信的重要一步 因为如果不敢说不 那么自己的利益 甚至个人价值都会受到损害 而别人也不会知道 你的底线在哪里 而当我们合理的说不 亮出自己的底线 别人反而会更尊重你 这就会为自信加分 谈条件也有技巧 你可以列出自己 最需要去说不的事情 逐个击破它们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自信会不断的获得提升 自信是人格的基石 而没有健康的心理 良好生活也是渴望不可及的 童年往事 成长经历 生存环境 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像双刃剑 既可以帮我们建立自信 成为更好 更幸福的人 也会磋伤脆弱的心灵 毁坏自信的基石 让人消沉和颓废 在认清伤害自信的七大成见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给出的 三大提升自信的方法 更爱自己 敢于行动 和在交际中做自己 医治受伤的自信 正如作者所说 提升自信 将为您带来真正的内心舒适 和高质量的生活 这些过去您未曾经历的体验 即将成为现实 敢于去做真实的那个自己 那个本正的你从来就是最好的自己 好 医治受伤的自信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